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钟文泽 如果我们把华为智慧屏按照等级来分类 那么15.2顶端的是旗舰级的X 接下来是档位中高端的V级 再接下来是今天要介绍的家庭款S系列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产品是S系列中的Pro 65寸的S Pro整体设计上依然延续华为的设计风格 智慧屏是什么风格 就是正面四面边框贼窄,底边距离桌面贼近 底座就是两个棍呼吸营销学的市场营销部 命名为冰刀底座 底部有一组原厂麦克风 现在支持了死子穿滑和广东网进行语音助手 S Pro配备了65寸4K分辨率的屏幕 屏幕材质LCD 日常亮度350尼特 对比度5000比1 广色域92% 要说绝对画质 那和OLED屏幕的X65系列肯定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放在这个价位段还是非常能打 我的现场实际观感是颜色控制的很好 这次有一个卖点是120赫兹刷新率 S Pro并没有配备HDMI 2.1 所以说这个120赫兹刷新率 主要是用于让视频画面更流畅 而不是用来连接新路由器上网用的 120赫兹刷新率有什么用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播放高帧率电影 比如说李安导演的双子杀手 一秒钟有120张画面从你眼圈掠过 那个细腻感 另一个作用则是对低帧率视频进行优化 无论是24帧的电影 30帧的吃坡 还是60帧的游戏 都可以被120整除 因此可以做到真针对齐 画面更顺滑 这两个作用 前者算是对未来的布局 因为说实话 现在你想看个120帧的电影 不太容易 近两年非常有名的 一个是李安的双子杀手 另一个也是李安的 别人的中场战士 其他的没了 综上你能看到多少个120帧电影大片 主要取决于李安 所以现阶段 120赫兹高插序率 主要是为了通过动态补偿 让低帧率画面变得更加细腻 你去买电视 同价位 其他三数都一样 你就挑那个支持120赫兹的准备措 扬声器 内置四个10瓦的喇叭 两个全频 两个高频 华为这次主打的一个概念是 分布式的升级 也就是说 把体验拆分 谁要被淘汰了就换谁 电视用了五年 但是摄像头不高清了 因为是磁吸式的嘛 你单独升级一个镜头也是可以的 这面镜头可以完成各种视频操作 比如说 华为畅联视频通话 但是S级 它毕竟比不了X级 视频呢 暂时不支持炫酷的自动追踪 功能性上完全没差别 比如说你在外面 用手机给妈妈打唱点视频 不要男妈妈 不要男妈妈 那么回到家里 你可以自动切换到电视上 继续视频通话 比如说假期出去玩 家里两个猪行人 自己在家 你不放心 可以通过这面镜头 实现远程看家 查看小猪的近视情况 听到这个功能 已婚的老哥 估计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我自己在家 老婆突然发了一个远程看家的视频需求 理论上来说 为了隐私保护 你是可以拒绝它观看的 只要你点拒绝 它那边 休想看到你一根毫毛 但是我分析了一下 如果点拒绝的话 很可能死得更惨 S Pro新增和华为儿童手表的视频通话能力 可以用前置镜头 实现让小朋友自拍 还可以让手表的后置镜头 去拍摄小朋友看到的画面 依然支持手机一触投屏 手机只要和遥控器一碰 能直接把手机屏幕 以60帧投屏到智慧屏上 如果你好巧不巧 使用的是Mate 40系列 那这一次还增加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在投屏的时候 可以自己设置 手机收到的通知 是否在智慧屏上显示出来 你媳妇笑了 对吧 这个功能 是保护你和谁的隐私 所以我建议 华为在保护隐私之余 再增加一个选项 说打开全部通知消息 对不对 男同胞们主动争取好好表现 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当然了 这个功能设置的初衷 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公司 如果买智慧屏 然后你在同事之间演示的时候 防止消息弹出的尴尬 媳妇们冷静 除了投屏 这次还可以在手机上连接智慧屏 然后把智慧屏作为屏幕 和游戏主机 把手机作为游戏手柄 比如说我现场体验了 这个游戏是直接定制 华为定制 然后安装在电视端的 所以不会产生投屏的延迟 我实际测试 投屏延迟大概在20毫秒左右 而手机则会化身成一个 完全触摸屏的手柄 好了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一次使用这种分布式的手机 来控制电视进行游戏 你现在用手指在上面操作 其实它电视端是有一个响应的 比如说我可以上下滑动 大家看到了吗 一开始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 然后我们选确定 在这 它在这有四种模式 你可以选择重力感应 你可以选择触屏 你可以选择虚拟按键 我们先用重力感应 给大家玩一次试试 哎呀不许选错了 这么走 怎么加速 往上滑 往上滑是加速 好我们走 我们往上去走 如果你不想使用重力感应 我们现在换一种 第二种触屏 在这 看看怎么激活 哦 在这样 现在我用左手和右手的拇指 来控制它的左右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这个游戏 好像 现在这个游戏 好像30帧吧 30帧左右 目前有四种手势操作 你可以重力感应 可以滑动操作 可以点按操作 还可以复杂一点的点按操作 重力感应 现场上手是最容易上手的 我觉得 这个手机作为触控板 华为完全可以像游戏手柄一样 你虚拟显示出几个按键 对不对 触摸屏 它最大的优势 不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显示按键 它就能显示出什么样的按键吗 我边玩边想 当年大家记得吗 你说家里买一个VCD或者DVD 那时候DVD还会送两个游戏手柄 可以玩什么俄罗斯方块 坦克大战之类的 时代的发展 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在电视上 安装飞车了 我提一杯 今天通过长海认识了阿华 希望以后阿华 能给开发一个足球游戏 两台手机连着踢球 游戏画面不用特别奢华 就按照实况8的标准开发就行了 除了和手机互动玩游戏之外 这次S Pro支持同时 和两个SoundX音箱组成 5.1的环绕立体声 也就是说 SoundX组成左右四个声道 而S Pro扬声器 则成为中央声道和重低音 配对过程很简单 基本上给SoundX组成立体声 然后置呼吁屏组成头部就完事了 对于声音表现 我只能这么形容 如果没有SoundX音箱加入之前 智慧屏自带的40瓦音箱 对于这个价位段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话 那么一旦配对SoundX 就觉得刚才听到的是四个字 什么玩意儿 对于S Pro我的感受有两个 第一个 这个价位段可能会成为华为主攻的一个市场 毕竟5000元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 是一个可以出手的中端电视价位 而这个价位的电视 相对来说 它在视听的体验上都要更加平衡 第二个感受是华为这次推出了一个十年不过时的概念 大概意思是因为摄像头 音箱 手机 这些都可以自由的进行升级 所以相当于你们家里电视 哪怕屏幕不换 其他部分的视觉 听觉 投屏内容 也可以不断的升级 而在我看来 其实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也就是说 十年之后 如果你换了电视 但是SoundX 你可以不换 摄像头 你如果没有什么需求去拨打视频通话 你也可以不换 那在这个十年之约的背后 其实是华为希望通过更多设备的互动 去提升用户的粘性 进而让用户进入自己的生态圈 通过核心产品 手机的带动 去突破电视 音箱 甚至是视频会员服务 这些不依赖于芯片的产品壁垒 让整个生态健康持续的发展 这才是华为透过智慧屏 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华为智慧屏S Pro的一个体验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 我是周恩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